那個本來就會飛的啦 它如果是翻鴨跟一般的加鴨配種 也有可能會飛 但是它可能沒有下一代 對…那它飛行能力 所以應該吃鳥飼料沒關係 應該沒關係 對嘛 對不對 對 陳醫師 這個你本身受醫院嘛對不對 那有沒有收過什麼奇怪的寵物 有人就是拿一個那個寵物籃來 然後就放在診療台上說 醫生他生病不吃飯 然後我看他好像不太敢碰 然後我就把他打開 一看 是眼鏡蛇 眼鏡蛇 那他要吃什麼 餵小老鼠是不是 對 他平常都餵一些 活的小雞 小老鼠 但是他開始不吃 那後來你怎麼幫他看 你蛇類你也有研究就對了 不是 我本來要報警了 真的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好像是 好像在害我了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就拿出 但是... 還是你就拿出 大學時候有學過的滴字 小平好像就寫過了 對啊 後來就請他到別家去看 到別家看 哪裡有在看眼鏡蛇 那理論上也應該是 對 華西街有可能這樣 你去不復合了吧 鳳姐 可以去看嗎 還是說小林眼鏡呢 等 什麼啦 在哪裡有看 動物園 動物園的收醫師 比較會看這種野生動物 對... 動物園送到動物園去 好 好 接下來第三位呢 這個他的寵物 可能就比較特別囉 是我們這個資深遊戲計畫 周偉仁 歡迎 聽說的偉仁哥 這個你對很了解這個 所謂網路上的虛擬寵物嘛 是 那現在越來越多人養這個 虛擬寵物到底是 它的魅力在哪裡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沒有養寵物的時間跟空間 可是我玩那個虛擬寵物的話 像我那個Facebook上面那個寵物啊 我好幾天都沒有去開他 對 他只是會有蒼蠅 飛來飛去 你要幫他洗澡這樣 就有個寄託 但是不用太擔心 對... 可是如果你真的寵物的話 你都沒有去理他 他可能會餓死嘛 對啊 而且他非常方便 像大家都有知道 PSP跟NDSL這種 掌中遊戲機 現在最流行的 然後遊戲業者就是看中 他這個掌中遊戲機呢 非常的方便 我隨隨地拿出來就可以玩 然後就看中這個商機 所以他的寵物遊戲 都賣得非常的好 對 而且現在還有很進步的聲控啊 什麼會跟他這樣互動 對...他現在PS3 還有一個那個IoToy 還有一個感應版 像那個大透大大 你有主持電話節目 應該很了解 他超大大真的是鬼 超大大 超大大 沒有 就用這個直接感應 就是那個攝影機 可以看到你的人 然後你在螢幕裡面看到 你人在螢幕裡面 然後旁邊就有隻虛擬的猴子 這樣跳一跳去 可以跟他玩啊什麼的 這種遊戲越盛行 你就知道現代人越寂寞 對 需要嘛 他們有時候回到家 就像他講的對不對 如果說還有一個寵物還要打掃 不如就玩像這個虛擬的 而且其實最重要是 虛擬寵物它很絢麗 像它會放出什麼樣的技能 如果放火球 閃電啊 家裡的狗狗貓 然後應該不會放火球跟閃電 沒錯 火球 閃電 對 所以說 很多人就看中他一些 絢麗的一些外表跟造型 就會喜歡上他的虛擬寵物 而且他還可以幫你組裝飛機什麼 他超厲害 對…很多配件這樣子 兩個聊得很開心 又要泡杯茶了 你今天要好好介紹 對…不管是實質的動物 或是虛擬的寵物 大家都有熱號 愛好者 那今天我們要來猜猜看 我們大學生裡面呢 究竟大家養了什麼樣的寵物 首先No.1 這是晨晨的新奇寵物 暱稱叫做妮妮 年齡一歲 最愛吃葡萄 科技是跳高 請問一下 男猜喔 太陽的寵物是什麼寵物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猜喔 馬太 楊貴肥 太陽的應該是袋鼠 我也覺得就是袋鼠 袋鼠 會跳高… 跳高 可樂 你覺得 我覺得就是猴子 因為猴子最會爬高爬西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猴子 不會是松鼠吧 松鼠也會跳喔 對不對 NONITA 妳的小兔子叫什麼名字 小兔子叫布里布里左衛門 布里左衛門 所以妳要罵她的時候都要怎麼罵 布里布里左衛門 叫綠稱嗎 對 而且我叫她她會過來 就是她聽得懂 真的假的 對啦 不行 現在太緊張 因為我們家兔子就是貴族 平常不出門 假的也很摘 那妳猜看看晨晨養的是 晨晨養的是什麼 我可以給妳提示 其實她會飛 她會飛 沒有 我剛穿鳥 跳高 飛鼠還飛鼠是不是 飛鼠 飛鼠嗎 是嗎 接近了... 接近還不是 蜜袋鼠 蜜袋鼠 蜜蟲 蜜蟲蟲 蜜蟲 蜜蟲 對 她是蜜袋鼠 有 出來... 以為褲子最好養嗎 其實羊髮也很講究 可愛喔 蜜蟲 一帶無看似可愛 卻會吃蜜嗎 吃在那個野生森林 就隨便亂吃 吃什麼都可以 對 還會吃蜜 蜜蟲 剛剛還有飛帶 對 她眼睛很壞 很特別喔 兔子不能喝水 一喝水就會死掉嗎 請安全餐